美发沙龙艺术总监Andy 做造了发型设计师在台湾的高度与形象 将美发师变成时尚专业的设计师 从明星艺人到大老板曹星成 都沉浮在他高超的手艺之下 今天因为设计的单元呢 我们要访问到的是在美发界赫赫有名的Andy总裁 我这样讲他应该不会理我 你看他表情就知道 他想说他谁啊 您哪位Andy先生就是您了 嗨你好Andy 请问一下您的美发事业 您的经营理念为何 对台湾这个环境这个市场上 第一它整个专业的一个程度 还有消费者对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地位 是非常的低的 把这个行业归类成是一个 而且是一个美发匠一样的对待 所以我来到台湾的时候觉得这个地方其实是很有发展性 对于头发上面很热情 对于这个行业应该有贡献 让更多的消费者知道我们这个行业的人不是说所谓他们想象 因为书念不好啊去做美发地位已经不像一个比如说做服装设计也好 心内设计也好他都有一定的地位因为他把他一生所学的东西 那累积那么多年的经验从这个地方可以让别人去看到你的努力 所以我在这边一开始 我自己在这个行业就会把自己的目标顶得很清楚 那我是一个很爱创作 头发也算是一个艺术 当然 它一般是商业一般艺术 因为其实在做很多设计都可以留下很多作品 唯一做发型设计 很难留下了一个作品 因为剪在头上 你就带走 对长了就没有了 所以我在这个部分我很喜欢去跟很多的媒体杂志 所以这个部分我非常的想要从这个地方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设计 不单单只是在做一个方便剪眼头发 它可能在有很多创意的表达上面 从这个画面里面会跟你以往看到所认知的美发 所以就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刚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以前我们觉得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在美发的行业里头 可能像有些是属于这个手艺 就像是裁缝师 或是一些就是比如说洗头啊什么 是用这样的一个观念 这不算什么叫设计师 我知道最近Andy才这个你们发明也开展了另一套的这个趋势 我们可不可以听一下这个部分 那我们这次的刚刚做完的一个新的趋势的作品 那我们会归纳几个重点去做设计 那比较多变性的发型 然后我很喜欢短的刀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从发型到灯光摆饰 室内装潢 服务风格等 Andy用对发型的尊重态度 成功让发型设计师地位大要紧 更希望传承下去 让台湾的发型工业 引领着时尚圈